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诊所和监狱降低用药成本 佛罗里达州政府此前曾预期 通过从加拿大批发进口诸如糖尿病 艾滋 饼干 精神病等药物 这个项目上线的第一年就能节约最多1.5亿美元 FDA这项授权目前准许了两年 该州的进口商需要在进口药品前 需预先向FDA提交清单并获批 之后有关入进口案 药品标签的更正和药效测试等都有明确的要求 最后 州政府需要向FDA提交季度报告 涉及项目节约资金方面的成效和潜在的安全问题 美国媒体统计目前至少还有德克萨斯 科罗拉多等8个州正在寻求或计划 寻求类似进口项目获批 对于FDA的最新举动 诸多医药政策方面的专家都认为 从加拿大进口处方药 并不能改变美国药价高的根本问题 同时医药公司也有相应的法律武器能与之对抗 法国加勒福从1月4日开始下架 百事公司的软性饮料 零食等产品 成为零售商与食品公司 为售价调涨问题的最新争端 加勒福表示 目前已移除法国门市的百事产品 并在超市货架放置告示牌向消费者解释 原因是百事的涨价行动令人无法接受 除法国外 加勒福也将从意大利 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商店下架 包括百事可乐 Doritos在内的产品 加勒福去年9月曾针对食品供应商 为调涨售价 内容物却缩水的缩水是通膨操作 寄出贴标提醒很招 在卖场货架上张贴明显告示 告知购物者各项缩水涨价商品 百事发言人表示已与加勒福协商好几个月 将继续真诚磋商 以确保消费者能买到产品 据悉 加勒福正与各大食品公司 进行年度价格谈判 以设置相关商品售价 北京一家法院1月5日 接受了曾经掌控数万亿元资产的 中止企业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 这家被称为富人们的财富管理公司的影子银行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债务危机的恶化而走向了破产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说 债务人终止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 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终止成立于1995年 旗下企业多达1500多家 其产业遍及信托 保险 期货 公募 私募 金融 地产 教育 科技 新能源等许多领域 据悉 接团通过下属公司控股 仓股和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3.6万亿元人民币 但是 受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影响 而于去年11月22日宣告 由于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 武力偿还到期的债息 中植西下属的中融国际信托 在去年8月 就爆出其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严重亏损 有3500亿元人民币的信托产品暂停兑付